太平中心社区有三分之一都是铁工厂 以发展五金产业为主 打造社区当地的特色亮点 社区连续五年举办铁工艺术节 这天就规划了10座的体验课程 吸引30多位来自邻近4所高中职及大学生来参加 在五金师傅的指导师下 学员们利用各式的废弃五金物件 透过焊接组装变成一个个充满创意的铁雕作品 而难得的初体验也让大伙式收获满满 学员们仔细挑选各式各样的五金废料 在信中构思各种可能 最后在五金师傅的协助下 透过焊接组装变成一个个充满创意的铁雕作品 而难得的初体验也让大伙式收获满满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玩乐高积木 我买超多乐高积木 所以我就很享受这种拼装的过程 虽然说没有到很完美的形状 但是还是可以就可能会有新的点子 可能之前没有接触到这些活动就不知道 原来自己的太平这个地方有这些活动这样 对啊然后就是有参与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太平也有在做一些有意义 然后很有就是这种传统性质的 传承的这种艺术的活动这样 由于太平中心社区有三分之一都是铁工厂 以发展五金产业为主 当地社区为了打造特色亮点 连续第五年举办铁工艺术节 今年参与的人数也比往年来得多 总共吸引三十多位来自邻近四所高中职 以及大学的学生跟社区民众来报名参加 我们希望打造除了太平是个 其中地以外 我们也希望打造太平成为一个铁工艺术之都 从第一届到现在 第一届就是很茫然 不知道要怎么做的作品就是很简单 到了渐渐已经进入第五年的 你看第四年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人的作品 就非常有艺术化很有议题 就把我们太平的那个铁工硬生生的东西 都呈现比较柔性又比较有特性 我们在这些废弃物还没有进熔炼炉之前 我们再赋予它新的生命 再赋予它温度 让它产生一件作品 赋予它新的生命 这是我们做这个活动最大的目的 社区表示过去这些生产后 剩下的NG铁件、废铁物件 大多是键麦处理掉 但如今在众人的翘首创意之下 转化成各种充满艺术美感的铁雕创作 不仅成功的吸引目光 也翻转既有的黑手印象 为在地五金产业注入艺术的新活力 介绳波汉台中仓报道